我们前脚刚刚发完RTX4050的评测 这下又轮到4060和4070了 这次我们找机械革命拿到了矿世16和矿世16Super两台机器 相信很多关心数码圈的同学已经听到风声了 这次机械革命的机器在价格上还蛮受关注的 主打性价比的极光Pro12代i5加4060居然干到了5999 4050款5499 这简直就是来捣乱的 厉不厉害你及格 今天我们测的矿世16系列相比之下定位就要更高端一些了 13代i7-13700H加4060卖到7699 这矿世16Super更是用了HX55平台 i9-13900HX加4070卖9699 那我们今天就借着两台矿世16系列的机器 来好好聊一聊4060和4070这两个新显卡 它们的表现到底如何 这次机械革命的矿世16设计风格上简洁了很多 比起以往的肌肉风格 现在就是简单的几条线条勾勒 看起来会更精致一些 除了硬件上升级到13代CPU和40系显卡之外 这台矿世16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是它的屏幕 2560×1600分辨率 240Hz高刷的广色域屏 这个属于要啥有啥了 我还是很乐意见到笔记本厂商在屏幕上越来越卷的 这个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感知是很强的 至于这台机器的内部做工怎么样 我们要不还是按照惯例 边拆边聊好了 这台矿世16S的散热部分 你乍一看是四热管 其实底下还藏着一根小热管 然后它右侧的热管是延伸到下方照顾供电 有一说意 对于4060而言 这个散热甚至是严重冗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把散热拆下来你就明白了 你看 这个就是4060的真身了 是不是觉得很小呢? 哎呀 它和4050一样都是搭载了小核心AD107 60档位的显卡用小核心和50同源 上一次这么干的还是在960M上的 我们在4050的视频里拆解的部分就有讲到 这颗AD107的面积只有160平方毫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你看 这是一颗骁龙8进2 一颗手机芯片 你看 它和4060的核心差不多大 当然了 这个只是8进2的封装大小 里面的核心面积会比这个再小一些 但你大概也能理解到了 这个4060的AD107 也就一个手机芯片的封装面积那么大了 属实是小小可爱了 麻雀虽巧 五脏俱全 4060这一顶点核心里面是塞入了3072个Cuda 24组SM 至少是给到了一个完整核心 没有做阉割 搭配的显存则是128微微宽的8G GDDR6显存 总带宽是256G每秒 和96微微宽的4050比起来也算是没清目秀了 如果咱们按照10系到30系的命名规则来的话 这张4060其实更像一张4050Ti Super Plus Pro Max AKA超级无敌小核心地头蛇 这也让我对于4060的实际性有点好奇 看完了4060之后 再来拆一台4070看看好了 这台矿式16Super的散热要比刚刚的16更加的豪华 给到了6热管加上液晶的导热 主要还是因为它搭载了 HX55的i9处理器 这个对于散热的要求和H45完全不一样了 这台机器的4070也是因此占到了光 实际上4070本身倒是同样不需要多好的散热 由于这底下是液晶 所以我就不随便拆了 我拿的是别的4070的图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4070用的AD106核心了 比起AD107来说要稍微大一点吧 但是说大其实也没多大 185平方毫米的面积 甚至还是要比上一代3050的J107要来得更小的 好在4070的这颗AD106核心也一样是完整规格 4608个CUDA 36组SM 核心规模上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显存依然是用的128位位宽的8级显存 106核心搭配128位显存真的够用吗? 对此我是有些疑问的 待会我们也会实测见真知 废话也别多说了 赶紧就把3DMark的Time Spy成绩给大家放出来看一看好了 4060可以跑出10608的图形分 相比3060强了大概16% 略逊于150W的满血3070 而4070的成绩就比较尴尬了 图形分12285 仅仅比3070强了9%不到 它的性能同样也是没干过3080的 这样一看这三张新卡里面最给力的还得是4050 4060算是普通升级吧 4070就纯纯是挤压膏了 属于是 可是照理着不应该啊 4070它是个大核心 难道不该比4060强很多才对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跑了一下3DMark测试 看了一下它的频率就发现 4070跑的频率特别低 4050和4060都是2600、2500左右的频率 而4070只有2300多的频率 一下子拉低了300兆 也难怪性能拉不开差距了 可是为什么4070的频率这么低呢? 难道是功耗不够用吗? 完全不是的 4070实际上是一张极为节能的显卡 我们手上的4060和4070都是限制了140W左右的功耗墙 但实际都只有100W左右的功耗 意思就是说 这个GPU它跑足也就100W 你看是不是很环保呀? 你给它定了140W的TGP又如何呢? 它下辈子都跑不到嘛 既然完全不撞功耗墙 为什么频率又上不去呢? 其实就算没了功耗墙 N卡也一样有电压墙在 4070的电压限制给的非常保守 最高只有0.92W 就导致它很难上得去高频 你甚至看它跑3DMark的时候 频率是完全不动的一根线 一动都不太动的 这还是各种Boost加乘下的现代显卡吗? 真的是好久没见过了 不过唯独在Firmark烤机里 我们发现这两台矿智16和Super 都可以干满140W的显卡功耗 主要是因为Firmark会让显卡大幅降频 这样以后你就撞不到电压墙了 照应该说机械革命的散热模具确实能压140W的卡 只不过4070平时就跑不到那么高的功耗 要我说呢 4070这张卡并不是没有底子 就以AD106的规模 如果能跑到2600Mbps以上 性能是可以提升很多的 超过3080Ti完全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又不是压不住 OEM都拿出140W的模具了 你又何必限制这么死 只让它跑到100W呢? 这点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当然我们往好处看的话呢 4070这一代的能效是真的牛逼啊 4070等于是用100W的功耗 实现了上一代160W 3080的性能 确实是够节能啊 我们隔壁的笔八评测室 也是做了4050、4060和4070这三张卡的能效曲线的图了 也是放到了我们的SoC PK上 你看这个几乎就是把30系的曲线直接往左平移了一大截啊 新的A的架构搭配台积电的先进工艺 功耗之低果然是惊为天人啊 不过你从这个图上也能看得出来 4070和4080之间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不塞两张卡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啊 感觉NV出个4070Ti应该也只是时间问题啊 我也试着给4060和4070超了一下屏 应该说40系的笔记本显卡 由于完全不受功耗强的限制 超频潜力真的是近年来最佳的了 4060我们可以轻松爆拉至2800Mbps 显存往上拉个1200也完全没问题 可以跑到11669的Time Spy 比默认快了10% 4070即便有电压强的情况下 也一样能超到2500多Mbps Time Spy可以跑上13540 相比默频也是强了10% 这个性能已经超过3080Ti了 除了Time Spy之外 我们也跑了压力更高4K的Time Spy Extreme 在4K分辨率下4070的表现就更惨了 只比3070强了4% 128位显存 面对4K这么高的分辨率 依然还是有不小劣势的 4060和4070的最佳分辨率都还是2K 这倒也是符合NV之前所宣传的4K游戏 至少要用4080或者4090啊 好了 分析完理论性能之后 我们还得来看一下游戏实测 一上来先来跑一个竞技游戏Apex 4060基本上是介于3060和3070之间 在我们的测试场景 也就是打群架的严苛场景中 也可以满足1080P120帧 或者2K90帧 4070可以跑到2K114帧 跟上一代比的话都可以稍微强一点 COD19算是一个新显卡表现很好的游戏了 4060在这里甚至是1080P打赢了3070 2K也能跟3070半斤八凉 这个性能算是还不错的 FF14里也是类似的结果 1080P 4060 赢 2K 3070 赢 并且FF14这个游戏在2K分辨率下 4060比起4050要快25% 反而倒是4070和4060的差距不是很大 应该说在FF14里 这个级别的GPU核心 是比较容易遇到显存在宽瓶颈的 原神这里我们就直接跑2K了 这个显卡就完全没压力 4060和4070都可以轻松达成2K 180帧 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CPU 我们也测了最近很火的霍格沃茨 这是一款优化非常差的游戏 这里面其实你光看平均帧是没什么用的 实际上一直是在往下各种掉帧 4060在这里算是正常发挥吧 而4070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总体上并没有比3070强多少 当然了40系卡有一个独家优势 就是DLSS3的补帧 霍格沃茨这一次也是支持补帧了 这一点倒是挺有用的 可以直接让4070在2K分辨率光追下 跑出60多帧运行 不说各种小卡顿的话 游戏也算是流畅可玩了 再来试试死亡空间好了 在DLSS的帮助下 4060和4070跑死亡空间还是挺轻松的 2K分辨率4060也可以跑到平均60帧 而另一个热门游戏 二灯法环里面的 4060同样也是正正好好达到60帧的极客线 跑2K还是挺合适的 不过这两个游戏4060都没打过3070 赛博风格2077这个游戏就有意思了 4060的表现还算可观吧 有一定提升的同时 离3070也不算太远 但4070就尴尬了 如果不开光追的话 4070居然和3070的帧数差不多 2K下4070甚至还没3070跑得高 这实在是不太行 看4070的路评你也能看出来 它的频率只有2300M出头 功耗甚至比4060还要低 这显然是很奇怪的一个表现 当然了 我们往好处想的话 40系是可以开补帧的 30系不行 所以硬要说的话 新卡在2077里也算是有点本事吧 开了DLSS3的补帧之后 配合DLSS质量档的超分辨率 4070跑2K 开光追大概可以跑到71帧左右吧 也算是可以流畅运行 D屏线5里面 8G显存的卡似乎优势非常大 4060和4070在这里就很给力了 性能相比4050 还有上一代的3060 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爆显存才是王道吧 并且4060也是要比3070来得更强的 可喜可贺呀 下一个游戏 大表哥2 4060倒是还可以吧 1080P平均92帧 2K平均73帧 比起上一代都有进步 但是这个里面4070又寄了 性能和3070是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的提升 昇华危机村庄里面4060也还行 这次4070总算是稍微拿出点本事来了 大概要比3070强个7%左右吧 巫师3里面这两张新卡的表现就比较好了 4060是远远强于3060 并且巫师3也是支持DLSS3补帧的 补完帧之后 2K开光追加DLSS的质量档 4070也能勉勉强强接近60帧吧 感觉降到平衡档 DLSS就差不多能流畅运行了 综合算下来 4060比起3060 在1080P分辨率下强了18% 2K强16% 就算是一个小迭代吧 如果4060的价格能持平3060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但4070就比较惨了 1080P仅仅比3070强了11% 2K甚至只强了5% 这……感觉不太行啊 下面的5060 上面的80 似乎比起4070来说 都要更靠谱一点吧 也不知道4070的机器能不能做到现在3070的价格 要是能够同价替代的话 考虑到47的DLSS3 在支持补帧的游戏里会有一定的优势 不然的话要是我选 我肯定是加钱上4080 或者减钱上4060 最后呢 我们也简单跑了一些专业软件 像是Blender这种3D渲染的工况 在40系列卡上还是飞快的 4070用时8.58秒 已经干掉3080Ti了 4060也完全不弱 比3070强了很多 不过另一个渲染器 OC渲染器的情况就反过来了 反而是3070的表现 要比4070来得更好 最后的Noble AI画图测试里面 4060和4070得益于8G显存 初1080P的图至少都是能正常跑的 不过效率上似乎比3070来说 并没有什么优势 当然了 和6G显存的几位朋友比起来 这个真是好太多了 今天我们测试了机械革命的 矿式16和矿式16Super这两台机器 分别跑了4060和4070的性能 感觉这三张40系的新卡里面 我最喜欢的依然还是4050 这次50用比较好的价格 提供了足够体面的性能吧 其次是4060 相比4050是补足了显存短板 它的位宽也要大一些 适用的场景也会更多一点 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也算是值得考虑 相比之下 这个4070比起上一代的提升 实在是极为有限 和上面4080的差距又非常大 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功耗很低了 我觉得显然还是需要一张4070Ti 来填补这个空缺的 从这次40系的终端卡 偏向能效的路数来看 今年的轻薄游戏本会非常有看头 还有就是主打高性价比的机型 可以进一步压低散热成本 做到更漂亮的价格 那机械革命这一次的极光Pro 就是用了这个思路 卷散热已经没有用了 卷价格才是牛逼啊 不知道你对于这次的40系显卡是怎么看的呢? 有没有考虑打算换机呢? 如果你想要换4060的机器 又对于屏幕有高的要求 那不妨可以看看今天我们测的这台 机械革命的矿式16 这台机器的2K240Hz的屏幕 还是很有看头的 行啦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键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频道极客弯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链极宽的店 看一看我们各种周边T恤 还有鼠标店之类的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